各位好,我是李劍 我今天又來山上這邊散步看看風景了 現在看到這個吊橋,就是上次我有介紹過一個梅園吊橋 那個時候沒有念書,所以還誤會說 是不是橋過去有一個梅園呢? 其實這邊的地名是梅園 那旁邊還有一個姊園,那就是合稱叫姊妹園 那這邊是萬豐村,就是取編部落 那其實姊妹園這邊以前也有一個蠻有名的叫姊妹園事件 內容我就不詳細贅述啦 大概就是說日本日據時代,日本人就是利用布農族 然後以交換物資的名義購買彈藥的名義 誘使賽德克族來這邊跟他們交易 但是後來就把他們殺害 那就好像殺死了一百多本 從此之後那時候賽德克族也才歸順日本人 不然本來日本人是供他們都供不下來 那大概這個地方是有這個點窟 那我現在到姊妹園上面這個梅園吊橋 往上 那這邊其實往上這個有個大彎 彎過前方那個山頭 進去就是取編蝦 那我今天大概就會在這附近看一看 好,待會見 發現今天的第一顆 它在這個 這裡有個河岸 那我這樣尋過來 就是水邊 剛才稍微挖了一下 在這裡 這是今天的第一顆 開場石 好 附近看看還有沒有 有時候發現一顆附近也還有好幾顆 我們看一下 大概看一下 有沒有 有沒有 這天氣瞬息萬變 剛來的時候還出點太陽 現在雲就這樣飄過來 開始在低雲 哎呀 那邊也差不多 我是帶個雨衣的 先穿著 如果真的看狀況有太大的話 再說啦 雨衣先穿著還是可以撿 今天的第二顆 我剛剛走過來了 看到露一點出來 在這裡 其實有撿到一些小的 比較不好看 就比較好看一點的 再講 然後把它發現的 原來的狀況拍給大家看 是什麼樣子 好 這邊也有一顆 討厭一下眼力 有看到嗎 它就直接躺在河岸上 就這裡 洗一下 應該是有一點氧化 還可以玩 往上走 往上走 走到這裡 它剛好是一個大轉彎 我們看一下 河道這邊 做一個轉彎的動作 所以對面那邊就沒有了 它石頭換機到 我這一邊來 啊我的身後 這裡有一大片 從這邊開始 這邊很明顯的 比較亂 跟上面平坦的部分 有一個界線 有一條界線 這邊應該水比較大的時候 這邊有被 擋動過 我記得我看過一個老師的影片 他是講說 河流的轉彎處 所以這邊其實可以稍微仔細看一下 我有撿到幾顆啦 那如果說比較好看一點 或大一點 這一個 金屬成分比較多一點 看一下 那其他有的比較小一點 有看到漂亮的 再給大家看 這個我沒有刻意挖 它就是躺在上面 但是如果 已經有來 人在這邊挑過 撿過 那就不一定了 搞不好人家就撿光了 運氣好 是剛好人家還沒來 或者是 剛下完雨 人家還沒來 或者是 它沒撿到的 好再找看看 跟大家分享 走累了 休息一下 看看剛剛撿了哪些東西 我看到一塊水多死 我其實蠻想把它帶回去 不過它真的好重 這張造景應該是不錯的 我不知道這個值不值得帶回去 但是我還蠻喜歡它 好啦 就辛苦一下 呃 這是剛剛撿的龍蚊石 那有一些比較大顆 這個 我是要用來鋪那個石板用的 幾個 那這個 我看它旁邊應該是有金屬 想回去看看 看看這個到底 是多還是少 呃 比較沒有好看的啦 如果說真的要好看的 可能就是 上面這幾個 這一個還可以 稍微大一點 這個 比較薄一點 這個 這個金屬還蠻多的 還蠻重的 這個 偏小了一點 這個 這個是還可以 但是也是比較小一點 比較小一點 目前還沒有說比較漂亮 就是比較偏小 或者是形狀比較奇怪 再往上走再看看 在這邊休息一下 吃個東西 去抽個煙 啊 有點在微微飄雨 本來是穿著雨衣 覺得太熱 我把我把雨衣拖起來 真的太太悶 真的 有傾盆大雨 我再穿雨衣好了 這山上天氣真的是變化萬前 好啊 先吃東西啊 待會見 我在這邊休息一下 吃個飯糰 啊那個手就 不甘寂寞啊 就在旁邊 這個水底在那邊 撈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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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撈 結果我撈到兩個 沒有很大顆啊 手指當個鼻子 撈到兩顆 比較小的 這樣我的水底撈的功夫可能 已經快要練個七八成 以後可以搞不好也可以靠這招吃飯 好 等下吃飽繼續往上面 走 好 待會見 這個我現在要去開車了啊 因為 本來是還有點時間想順著往上撿 可能就撿到 峽谷的外側 看看 可是 有一個地方過不去 因為以前 有一岸這一邊是 旁邊有一些草 水是離草跟樹很近 河水少的時候是可以直接走過去 因為還有一點岸的邊緣可以走 可是現在河水多啊 沒有辦法 現在河水多就是 水路不敢走 怕危險 不小心又漂走了 啊陸路嘛 太多草跟樹蟲 這鑽進去也不是辦法 所以就放棄了 我又順著路往上開 又開到松林電廠 松林電廠就在上面一點點而已 空拍機耶 這台空拍機耶 你看 是外星人的東西嗎 我感覺好像遇到那個什麼 不明飛行物體 反正基本上我就是 今天的收穫比較沒那麼好 因為我 下面撿的 撿了一些 這邊的話是比較沒有撿到 我在想可能是剛好 也許是前兩天有人來這邊 淨灘過了 清場過一遍了 所以現在會變不好撿 因為看的到幾乎都被撿走了 這邊前面就是峽谷啦 大家也要回頭了 時間就差不多了 那就 待會有空再拍撿了什麼 其實也是可以直接拍啊 撿了什麼呢 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撿了什麼東西 就撿了這些 實在是不多啦 也沒幾個好看的 好看的 這個 勉強 但是還是小了點 這個 我覺得也還好 而且 其實我不是很確定它是不是東風紫 這個還要回去看一下 感覺這一代是有金屬 這個 有點氧化 你看這一面有點氧化 不是很理想 這個 奇形怪狀 其他 這個 也不是說真的很漂亮 大概就這些啦 今天收穫比較少 這就是 第二趟松林電廠這邊 剛剛下面這邊有拍過 這邊有撿了一些的 大概今天行程就是這樣 你看 遠方 天黑黑 白樓 這樣我也是來撿來撿嘛 不錯啦 有運動到 真的是有運動到 也有呼吸到新鮮空氣 我們就不要太奢求 每次一定要撿得很多 我們留一點給其他的石油撿吧 再見了峽谷 有空再來啦 結果我撿到一塊下課石了 在我拍攝這個 撿到哪些石頭的 旁邊 這裡 剛剛拍我被我挖出來的 有嗎 這圖有一點影響 我就手上一騎過 這一塊就好像有一個 好了 有緣的下課石 蛤 蛤 該回家啦 謝謝 謝謝 是的 謝謝 謝謝 我們從來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